接下来类似像这种东西 奇怪又不像龙 可是头又像龙 这种东西叫做熬鱼 家傲的傲 下面有一个鱼 熬鱼 那它的作用呢 你可以在庙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 在放香炉的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是 作用是用鱼 压制 熬鱼是火神 它是用来压制火的 所以会有熬鱼出现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在柱子 跟这个梁 这种地方 它呢 名称也有好几个 最早的 这个位置叫做 叫做缺地 然后呢 台湾话呢 不可以这样说台湾话讲说叉嚼 就是用台语讲的叉嚼 然后呢 在最早的 所以这个更早的说法是叫做 脱目 然后在更早 叫做错目 都是同样的东西 一般我们都是讲确地 那事实上它有 它最早期讲的应该叫做错目 这种东西 所谓的蚝鱼 你还会看到它旁边还会身体上还会有一个翅膀 还会有一个翅膀 火神的意思 然后脸的造型 脸的造型 身体是缩短的 最后用类似像草伟花的装饰来结束的 它的不像龙那么长 它是短的的 然后蚝鱼 漂亮的 你看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 会有翅膀的发生 那蚝鱼也是有那种 独占熬头 它也是有公民的意思 所以 中国人把 所希望的心愿 全部都寄托在庙里面 庙里面什么都有 从出生 要结婚找不到对象 也要去庙里拜拜 没有钱也要去庙里面拜拜 生病也要去求 求一个香灰来吃一吃 什么事情 所谓的庙都跟中国人的生活 我习惯的息息相关 这条鱼身就比较很清楚 看清楚这个鱼鳞片的分布 不要到这么大都不晓得 鱼鳞片是怎么长的 两个中间在长 在这样长 然后呢 越到下面是鱼鳞片是越小 不要画什么都画错了 这是很糗的事情 越到尾巴 那也是鱼鳞片 也是变得越小 越到腹部也是变得越小 你看看这个造型 它的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龙的形式 就是不一样 就是它的头不会那么长 它的头比较方 比较圆 比较大 然后嘴巴张得比较大 你看那个鼻子的比例也比较大 因为重点就在那个头 就在那个头的 然后 眉毛上 你看这个眉毛都做得都相当的夸张 整个作品是很饱满的 看到没有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梁啊 那个梅啊 梁柱啊 柱子上 柱子 然后就这个地方 它的作用也是 让这个柱子跟这个梁 它能够更紧实 更紧实 然后能够负载的力量就更大 那也不会说这个地方容易松开 它的其实它的原始作用是这样子 不过我也有仔细的去看过 应该 应该装饰的味道还是比较重 真正的 真正的在建筑上面 附送的功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 因为它也都是加香烫上去而已 这些都不是 钉子钉的 都一定是 把水 这个经常的作品 你看一看 你可以感觉到 所谓的好的东西 它就是看起来比较 温润 比较浑厚 然后呢 不会单薄 都有它的厚实度 那因为这个厚实度呢 就看起来就 可能是跟 中国人的习性吧 你就比较喜欢那种 像小孩子你也就觉得说 胖胖的比较可爱 对不对 生个瘦瘦的 也觉得 就是要这样子 有那个特质在 有比较特质 同样的这一支 就没有刚才那一支效果好 而且这个颜色 明显的是先最后 最后来才漆上去的 然后也 颜色也比较杂 那你看类似像这样的作品 它比较旧 它比较旧 所以它的颜色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那样子 但是习惯上 我们都觉得 这样的自然的颜色 比较好 但是往往就是 庙里面有钱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们 重新混刷过 那如果不按照 古老的方法 或者不按照 它跟旁边 本来的颜色 做配 做相配的话呢 就会出现 比较熟悉的颜色出来 对不对 一些有新的 一些旧的 那这样子更不协调 所以这个 彩绘在 庙宇建筑里面 它也是一门 有那个 艺术家也有出一本 彩绘 尤其是门神的彩绘 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去 研究研究 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给各位看得很清楚 然后像这种 小小的一块 看到这个就顺便 小小的这一块 叫做圆光 圆 圆山的圆 光亮的光 然后再往上看 这个东西 叫做刮筒 刮子的刮 然后世界大筒 上面再加一个 竹子旁 这个也都是有 它的负载作用的 让两根 梁 它能够 紧密在一起 让力量不要分散掉 刮筒 那个不是花篮 花篮是花篮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你在三小祖庄 住那么久了 你这些都搞不清楚 谁家 你 要打屁股 花篮一定是单独的 这个是 这个也 有 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可以看到 但形式不一样 记住 这叫刮筒就对了 刮筒上面 这一点点的小东西 记也好 不记也好 要鸡舌 公鸡的鸡 舌头的舌 最重要是 我们讲的位置 这是这里 雀鸡 雀鸡 刮嘎 一般来说 这个圆光 小 就是比较小块的 然后 在上面还有 斗拱 到时候再找一个清楚的 什么叫做斗拱 就是又斗又拱的意思 好 上次电视上就要猜明语 结果呢 你知道吗 半天没有人打电话进去 我心里想 我本来是说 把这个机会上给别人 但是 有够 他们利用龙的方式 来做成中国的制 你知道吗 有没有谁能告诉我的 就是这个 不是旁边那个 现在我们不管旁边这个 重点不是这个 是这个 有没有谁能告诉我的 加五分 不不不 看错了 看得出来吗 对 德沛乾坤 公参造化 哇 你到了四年级 二十几岁 你才知道中国的伟大 你才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 有多么的深奥 对不对 这商朝 不要说商朝 在之前都已经有造型了 是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都是在庙门 这个都是在庙门正门上面的 然后你会看到说 大四季 然后用这个瓶子装的 那就是什么 四季平安 或者是 你可以另外用解释叫做 太平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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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听到吗 又是利用这个瓶子的瓶 取他的音 相就是象征的意思 对 就是太平有相 那这个 这一对 实在是美极了 你知道吗 德你看得清楚吧 你看他这样子 德配乾坤 不要念成德配甘坤 李前朗 你也不要把它念成李甘朗 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 唯一的 很傻 很漂亮 就把它拍下来 你有看到这种 用龙的造型来做成字 那为什么 因为龙本身就是场 所以它就能够延绵不绝 它就能够一直拉 延伸上去 所以 你说这样细长条的东西 它就能划回 什么东西 它能够去填空 它能够去 在整个构图上面 它能够补满 所以自治而来 慢慢慢慢就花长成 越拉越长 好 梅花 代表哪一季 你一定不会说 告诉你 冬茶 春梅 夏合 秋菊 不要老是把梅花弄成是冬天 不对 在台湾这边闽南地区 冬天是用茶花 知道吗 这个有可能就是茶花 所以再说一遍 东茶 春梅 夏合 秋菊 但是在中国的北方可就不一定了 我就不知道 那现在在看这些东西 那是因为它有关于构图的问题 它的构图有它的一个应用在某些地方上面的构图 你比如说现在这是一个炉子 香炉 那利用这个龙的造型来把它组合成炉 香炉 这种都是有心火相传或者是平安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平都可以 都有平安的作用 它会放在一个 所谓的构图里面 那个构图里面的中间的位置上面 那你各位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两条龙再接吻的 是这种样子形式的 那脚 这个脚就会拉长 当作是那个器物的脚 然后其他的地方 那类似你像看到现在这样的地方 这种构图 它是走直角的 它不是弧线的 那这个在我们的学术名称里面 就叫做硬团 鸣团 软硬的硬 一团两团的团 这个学术名词就是硬团 那如果是走弧线的 就叫做软团 这样形成了 所以你看看这张的构图 现在它的形形是 两条龙再接吻的方式 然后它这个龙的脚在这边 所以只要是有关节的地方 或者是在 衔接的地方 譬如说 头跟脚 衔接的地方 还有那个 我们穿鞋的那个脚 跟身体的地方 就会出现 也就是所谓的关节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了特别强调 这样子才会有精神 也能够区分身体跟脚 或者是身体跟头顶上那个脚的分别 这个是一种 我们自己比较传统的做法 你看 那这个的是分开的 两个刚查完架 彼此不跟对方说话 也有这种方式的 注意看 然后还有什么方式 我们再来看 还有的 头不一定在顶部的 头跑到这里来了 但是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软团 有没有 跟刚才这个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走直角的 注意看 你看这个 然后你看这个 鼻子的部分 你看这个位置 到时候我再跟各位讲 这个 讲到这个头顶上面的脚的时候 我再跟各位说 那基本上 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因为 它是短短的 但是 往上仰的 叫做 仰短脚 那 长长的就是仰长脚 所以就先便说一下 你看看 为了让这边的空间 为了让这边的空间 不用太大 它就把这个头发 往这边这样长 那事实上 合逻辑吗 不太 不太合 那你看看这个 关节的地方 关节的地方 它有这个 刀型 有没有 是在商周的 意气上面 都出现过的东西 都还延续下 那你看这个下额 也是都是成这种形状的 在上面都有 你看这个 关节的地方 一定会有 一定会做出来 那这个 尾部的草尾花 也是这样分开的 这样分开的话 如果你一直延续下来 就到上面去 没有这一块 那这个地方就太空了 所以 中国的老子宗 就是这么聪明 利用笼这种东西 来填控 来补 补 补那个画面上面的不足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